大家好 升旗易得獨 今天是2024年2月15日 今天是星期四 這一節的錄音時間是2月15日來的 今天是大年初六來的 這一節是Patreon的獨家優先節目 也借這個機會祝大家 就是農曆年新年進度 因為這個年初六 年初六希望大家成功 送走窮鬼 這一節我們和大家繼續就近日充滿著大量爭議的加拿大移民 作出詳細討論 我已經說過了 這個對加拿大 我們絕對沒有特別針對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是英國 英國好一點 加拿大差一點 我們對英國也有很多批評 其實真的只要 細心或者長期聽我們節目的 聽眾一定知道我們一直 對政治的評論一直都相當客觀 這節我們正正又要再說 加拿大 的媒體報導 說這個加拿大忽然之間 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申請數目 大幅下降 這節第一 我們要研究相關的報導內容 第二 我打算 要踢爆這些 報導內容 因為根據我做了獨立調查 我看回相關的加拿大的媒體報導 加拿大的媒體報導 跟 我現在看到在網上 很多人正在流傳 尤其是大量的五毛和藍絲 所流傳 說香港 有很多人回流 那個說法是完全不相同的報導 即是說 加拿大媒體報導這件 移民申請人數下降的事件 被五毛和藍絲 拿來穿鑿扶會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 揭露和踢爆這件事 今天我也跟大家說 很重要 就是不要人魂逆魂 如果你看時事 看新聞 跟你打開收音機 打開 電視新聞 水過壓背 聽了一大堆 今天最新的新聞 交通消息 你是不會有任何的增長的 你是不會對世界有增加了解的 對世界 你只是等於打開一本字典 讀了很多的生字 所以請大家 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資訊爆炸 你每天都有大量的海量的訊息 塞給你的 你去就這樣吞吐那些訊息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不是一部電腦 而且你也沒有可能贏到電腦 電腦的晶片計算速度 只會越來越快 人腦是沒有可能 好像晶片一樣 但是 電腦做不到的 你和我的腦袋可以做到 就叫做思考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雖然這節是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請各位Patreon的用戶也幫忙 記得去YouTube頻道 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好了 看看最新的這一篇 流傳的報導 大量的藍絲正在拿著這一篇報導 大做文章 說我認識很多人了 回到香港 這種 五毛的做事手法 跟這個 在佔中有大兔婆去不到 是灣仔醫院 是差不多的 還有我見過佔中的時候有報導 說有個菲傭 在家 廚房還是哪間房子 摘死了 如果不是因為佔中就沒事了 差不多 是同一種程度 的認知作戰 因為我當初看到這個報導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 加拿大 申請的人數下降 我可以理解的 因為現在 看起來 好像 跟 兩年之前的局勢有一點不相同 即是說那種氣氛緩和了 氣氛緩和了不代表 少了人走的 你說少了人去加拿大 可能是跟加拿大的 獨特申請情況有關 但是你說有很多人 回到香港 這是徹底 跟我們 認知的資訊 收集到的數據 還有所有的證據 是全部相反的 我絕對不可能認為 是真的有大量的香港人去了加拿大 回流的 因為就算他們要走 就算真的適應不到加拿大的政策 他仍然 會選擇去其他地方 因為加拿大 沒有像台灣那麼壞 台灣 我們真的認知有很多人 是比台灣玩了兩年 然後浪費了 幾百萬 然後移民德國吉 到最終 需要改為移民英國 但是以我們所知 加拿大應該沒有這樣的情況 基本上加拿大 英國 澳洲 美國 基本上全部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這幾個國家 全部都是英國生出來的 所以他們 基本上都是擁抱同一套價值 雖然我對加拿大的毒品政策 完全不理解 我講不理解 我不是不理解政策的內容 是不明白為甚麼 毒品 搞到那麼多問題出來 可以繼續不改善 我們也 不只是加拿大我們批評 英國的批評 我們多到不得了 英國的問題是一羅羅的 應該在英國 住過或者 來過觀摩 就算沒有移民 考慮移民 可能過來看看 的人都會知道 英國的問題 多到你想像不到 例如 最簡單 這裡很喜歡封路 封路 他們在這裏 做工程 你還沒有那麼興奮 他永世的路封了 你看不到有人在這裏開工 但是 封足一整晚 還要封傷 都是你家附近的 總之就是務求要讓你回不到家為止 好了 住過倫敦的人 如果你不是住倫敦也不要緊 我告訴你 倫敦是差不多 也不是差不多 就是 全英國當然是最貴的城市 因為是首都 而且是國際金融中心 英國 我去過那麼多地方 我告訴你 這條路最爛的地方 全部都在英國倫敦 其他城市的路 多數條路都比倫敦漂亮 倫敦條路 是會走到凳爆泰的 還有M25公路 M25公路就是其中一個表表者 我亦都去過很多不同地方 去過很多不同公路 M25就是倫敦最外面的那條 返回公路 是我走過那麼多公路裏面 最難最難最難的那一條 簡直好像越野車障礙賽一樣 坦白說 其實倫敦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 每樣東西都貴得很離譜 Council Tax又貴過一天 但這條路 我找不到 比倫敦更加爛的路 基本上 倫敦的地方 馬路是最爛的 還有我相信 就算 你不是移民英國 你有機會去過英國也隨時一定中招 就是這裏 極度喜歡 給你大量的告票 尤其是停車場 為什麼呢 雖然這裏沒有地產霸權 但是這裏 停車場絕對是一門大生意 而且 瘋狂地影人車牌 跟著說你 沒有給錢 或者說你沒有拍在指定的地方 跟著就出高票 跟著就上門鎖車 如果你不給錢 這裏英國的停車場 比黑社會更惡 批評完一大論英國 我現在回到正題了 回到加拿大 其實我相信加拿大跟英國 肯定有很多問題 差不多 因為大家 都是 白人國家 基本上 他們的習慣是差不多的 看看加拿大最新的數據和報導 這個報導就是來自 新加拿大媒體 New Canadian Media 他說申請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正在大幅減少 引述報導說 專家認為 跟新移民的就業市場嚴峻 住屋挑戰 還有來自英國和台灣的競爭 還有香港低迷 可能使得 移民加拿大的數字是放緩 看看最新數據 他說 看到這個最新數據在2023年 遞交的申請 只有455份 而在9月和11月 更加只有一宗申請 而在2022年 申請數字 16195 2021年是10403 所以踏入2023年 就是申請人數急劇下降 根據加拿大政府 申請的批核數字 Stream A 和Stream B 合共批准了23,684份 在2023年 批准了2535份 在2022年批准了13,383份 即是說加拿大如果根據 官方數字 移民申請加拿大的數字是大幅下降 根據在網上流傳的報導 他說 人們不再去 加拿大了的原因 說他們已經返回香港 然後我看到這個報導有大量的藍絲 瘋狂傳閱 加拿大玩完了 有大量的人回流回香港 我朋友的朋友告訴我 我有大量認識的香港人回了香港 我看到這裏 覺得很奇怪 首先 加拿大的數字 忽然之間下降 我也同意 可能跟很多原因有關 包括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其實 是被英國苛刻 應該說是嚴謹才對 因為始終你需要在當地市場就業 然後需要工作了一段時間 才能夠申請永居 和 BNO的Visa的移民政策不相同 BNO移民的 申請 基本上 你一申請了 你進來英國 你就是居民 我們看看 這個相關的報導 我特別調查英文的報導 英文的報導 根本沒有說過 說在加拿大 申請了移民的人 是回流回香港的 我查勻了整篇的報導 也沒有這麼說過 即是說 這篇在網上 藍絲在風傳的報導 其實 根本是一篇 穿鑿附會的報導 原文的報導 沒有說過這件事 而且這種說法 也跟我們的所有數據完全不吻合 雖然我們 不是一個正式的統計調查 但是我們有大量的人 能夠告訴我們到底移民情況是怎樣 根據我們所認知 其實加拿大 還有英國 其實 香港的人口比例 移民數字是不斷上升的 在各大的城市 你也能夠看到大量香港人的蹤影 所以你說 香港人回去了香港 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 但是又以我們所知 很多香港人 是會回流香港探親的 他們不是回流移民 是回香港過農曆年 以我們所知 有很多人 飛了回香港探親 又以我們所知 有很多人 是會一家大小約在日本 回香港也免得 我們不用說了 我們當然很多地方也不能去 香港我們當然不會回去 除了光復那一天 就是說 其實整個報導 是一個 是宜花節目 當中大部分的統計數字 是正確的 申請數字是不知什麼原因 到了2023年急速下降 但是 那個結論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說有大量香港人從加拿大回去 是香港的 以我們所知 多數 香港人遇到申請 門檻有困難的時候 到最終 會選英國 英國是成為了水泡的 因為 英國嚴格來說 申請門檻是最低的 當然一個大前提是你有BNO 如果你沒有BNO的話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沒有申請 我們正在說 拿著BNO的人士來計算 拿著BNO的人士是將英國當作最後的堡壘 這個當然也跟BNO有關 因為 根據BNO 你拿著這本護照 你是英籍人士來的 即是 英國的移民計劃 其實跟 其他幾個地方 是不能夠相比的 其他地方不能夠跟英國相比 因為英國 你是英國人 所以你在英國居住 而其他地方 始終 你不是加拿大人 你不是澳洲人 始終在申請上有決定性分別 不單是這篇報導 早前有大量的英國關於入境政策的報導 也有大量的藍絲穿坐附會 當時有很多報導 是說英國想收緊難民政策 但是 我們揭露了很多次 其實英國 香港 難民申請 香港的BNO visa 跟英國的移民入境政策 徹底是兩個範疇 因為 英國大致上 將拿著BNO的香港人 當成是英國人 所以 他在說的修訂 主要集中在 太多 非法移民的問題上 根本一直都不是針對 香港人的 奈何 香港有大量的藍絲 不斷在作文章 輕風作落 去加拿大 數字減少 原因不外乎 是幾個 第一 政治的迫切性 在現在這一刻 好像是減低 不過 現在又有23條 到23條 開始落實的時候 又會有一輪新的高峰 好了 最大的原因 其實我們也是認為 跟這個 財政有關 因為其實加拿大 我們先以多倫多做計算 多倫多是其中一個 香港人的熱門移民城市 但是多倫多 其實生活指數相當高 樓價還有租金 其實 我做過少許的調查 是拍得住倫敦 甚至乎比倫敦更貴 因為 多倫多 又是一個 以地產發展 作為 是一個重要的核心 的一個大城市 所以多倫多 樓價 還有租金 也是相當昂貴 而 以我們所知 加拿大的就業 是比英國更加困難的 所以一來一回 成本支出可能拍得住英國的倫敦 但是 收入就沒有辦法負擔 所以 其實一來一回 你會發現 去加拿大的誘因是下降的 當然 去加拿大 除了去多倫多可以去其他城市 但是去到其他城市 香港人其中一個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這個極端天氣 因為加拿大 跟英國相比 不用說了 加拿大是凍過英國很多很多的 英國 雖然位度也相當高 但是由於 有這個大西洋的暖流 所以 英國的天氣跟歐洲大陸相比 溫度相差很多 甚至乎英國 基本上是 極少會下雪的 很多 在香港移民的人 他在香港也覺得冷的 他連英國當然覺得更加冷 連英國也覺得很冷的人 是沒有什麼理由會選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再冷過英國 是很多 這個純粹是用天氣計算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因為已經18分鐘了 我這一節跟大家 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的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